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验一下这台车真正的功力 当然我的角色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千万不要给他们添短 今天我也提供给我们的这两台车 其实虽然说贴着伪装看不出来它的区别 但是它代表了以后坦克300上市之后的两个不同的取向 这台是偏公路使用的 而另一台是偏专业越野方向的 在伪装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最明显的不同 就是这台车的前面是比较干净的 而那台车前面有一个脚盘 当然这样的伪装车也非常的有意思 可能会用上一些非量产车的部件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灯还是来自欧拉的 开这样的伪装车 就是这些环节会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欣喜 而在之后量产上市的时候 像我这边这台公路版的魏坦克300 包括旁边的轮煤这些会采用和车身同色的颜色 更加时尚 而专业版则会用上黑色的保险杠 显得更加的硬核 当然这两台车其实都是配备了两把锁的硬核越野车 只是这个依然是使用的多片式离合器 而那台是一个纯正的机械结构 现在我们已经开上了这台坦克300的路视车 公路版的路视车 行驶在了G30的高速上往 新疆方向这条高速非常有意思 我们上来差不多有20分钟了 一台其他车都没有见到 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的道路测试 或者说厂家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道路测试 其实一台车在上市之前会有几百台的路视车 在全世界各地进行超百万公里的公路测试 才能保证它最后呈现出一个量产的完美状态 而我们今天进行的这些工作其实就是这其中之一 而为什么会是在敦煌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里高温低湿度 所以说许多厂家都会选择把这里作为一个进行高温 或者三高测试的场地 其实网联更多的会去新疆包括吐鲁番这么一些地方 但是因为今年众所周知的原因 但是有杂州的来到了这里 而另外的国内的这种汽车公路测试的比较著名的地方 比如海岚就是一些高温高湿的测试 或者是冬天去到墨河就是一些低温的极限测试 如果你想知道明年国内有什么新车上市 你其实守着这三个地方得大概就能不都看出来了 也归胜算 我们来聊一下魏坦克300这台车 前几天跟朋友或者跟我爸爸聊 说我要去趟东方出个菜 是坦克他们都惊了啊什么坦克九九是吗 说明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吸引人 而长城整个集团最近在车辆命名上都非常的放飞 自我真的有点东西的 从欧拉的白猫黑猫到好猫 从长城大狗的哈什奇这样狗那样狗到魏出了这边 这个坦克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天马行空的命名方式 而坦克这个名字究竟是要代表什么的 就代表着这台车会和坦克一样 有着非常硬核的越野功能的同时 也有着非常强大的机动性 至于坦克300里面这个300是什么意思呢 厂家的官方表述这个3就代表着这台车的最极致版本 会配备三把锁 那么是否意味着坦克300就是一台非常极致 非常专业的硬核越野车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魏其实是代表了一个中国的豪华品牌 这台魏300我认为是建立在豪华舒适基础上 能够提供专业越野体验的这么一台车型 所以说我们开头的时候也说到了 为之后会为这台车推出三个版本 第一个是像这样的公路版本 第二个是专业的越野版本 而第三个就是一些带着一些极致改装的版本 照顾到不同的客户群体 所以说制造硬派越野车千万不要去转牛角肩 符合真正大众需求的 并且又能提供极致的越野体验的车型 才是能够被市场所大众化接受的车型 关于这台车其实外观的图片细节 大家应该是已经看过了 而我们今天因为开的是两台陆式车 中度的伪装还采用了一些非原车的配件 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太多细节 不过整体的设计思路是能看出来的 首先是一个非常直的线条 展现了一个硬派的形象 然后又在车上做出了一些方圆结合的设计 比如说它那个大大的圆形的车灯 而这台车给我留下了整体的外观设计印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印象 像什么车呢 有点像一个非常现代化版本的拉达里瓦 至于整个车类的设计 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幸运 应该是第一家有机会坐进来这台车 并且开到这台坦克300的围体 整体车类和外观一样 其实也不是一个最终量产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对它的细节做出过多的评论 但是坐起来给我的第一感受 这台车的确非常的豪华 有这么一个八项电动调节座椅 坐垫非常的软 非常适合像我们今天这样进行一个长途的架势 然后就是这个门板的高度非常的合适 我这样开着 然后手带方盘上 手臂自然的就会放在门板上 大部分的越野老炮 都是采用的这么一个驾驶的姿势 然后这台坦克300上手 就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个挡霸造型的设计和飞机油门的推杆的造型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也是位于整个车的完全的最中心的位置 你推动这个挡霸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种在开飞机的感觉 然后配合这台车一个硬核越野的设定 你可以看到最主目的两个物理按钮 分别是一个驾驶模式的调整 专业越野驾驶模式的一个调整旋钮 以及另外一个是一个4H4L以及2H的这么一个调整 旋钮 还有哪些类似的设计细节 可以体现这台车的硬核 这台车的越野 可以看到主驾副驾都有这样的拉手 然后副驾前面也有整个的这个横向的拉手 还有这些外路的宝钉 这都是在最近推出的几款硬派越野车里面 非常流行大家都来采用的一个元素 而科技感和豪华感在这台车上同样没有缺席 多功能分较盘双连的两个大屏 以及还有这样无线充电 还有大量的科技配置 包括厂家告诉我们在这台公路版的坦达300上 还会配备L2级别的辅助驾驶 这些又是体现这台车豪华感和科技感的地方 咱们整个今天的这个体验呢 其实是属于可靠性测试的一部分 然后选择了一个比较中和的路况 上午是一些县道香道以及高速公路的这辆铺装路面的驾驶 而下午会去到戈壁以及沙漠进行一些非铺装路面的驾驶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太多的非常硬核的越野方面的科目和考核 在上午我们已经开了这么一个多小时 包括高速公路包括这样的线道的这个体验当中 其实这台车公路驾驶性能的表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它的隔音 虽然这是一台工程车 甚至好多板金件都没有达到最终的装配状态 但是整个在车速100公里以下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豪华品牌出品的越车 带给大家的一个整个隔音的 然后以及车类的这么一个降噪的表现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的一个发动机和表现的跳跤 我觉得已经非常成熟了 已经接近一个量产上市的状态 在整个公路行驶当中显得非常的平顺 整个下午的体验我们就完全离开了铺装路边 来到了这样以沙石路为主 还有这种亚丹地貌附近的这种地质为主的这样的路面 非常的颠簸 然后也能够非常的体现这台车的一个可靠性和耐久性 首先我还是从日常驾驶的角度来说一下下午的前半部分的感受 就是我依然觉得它是一台非常舒适的车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这个早上我嫌他有点软的座椅 现在发挥了巨大的功力 无论这个路面怎么的颠簸这个坑有多大 然后我坐在这个座椅上 甚至有一种像坐在沙发上开车的感觉 第二点就是虽然这是一台试装车 是一台工程车甚至很多结构都没有做完全的咬合 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这台车在通过这些非常复杂的路面 然后非常颠簸的路面的时候 车里边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异响 在越野这部分呢 魏魏这台车提出了三个数字 作为它的硬核核心卖点 是1加3加9 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呢 一其实就是这个车的非承载式车身和底盘 关于硬派远车 硬不应该用非承载式车身和底盘 现在争议比较大 因为这一代的大计依然是保留了这样的车身结构 这台坦克300依然是采用了这样的车身结构 而路虎未试则放弃了非承载式车身和底盘 但是呢他们说自己的承载式车身和底盘 有着更大的强度以及更高的可靠性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路虎的确它有可能通过更现代化的科技 做到了一个更高强度的底盘 但是呢其实对于依然使用非承载式底盘的车身来讲 它应该是拥有更大的可拓展性 如果你是一个硬核的越野玩家 这样的车能够给你更大的改装空间 三呢则是指坦克300有三项越野的力气 第一项三把手第二项坦克转弯 第三项无形模式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越野迷都熟悉的三把手 今天我开的这台公路版的坦克300车型的中高配车型 它选装了前后操控器这两把锁 然后越野版的坦克300呢 其实是能够提供三把锁的配置的 而对于公路版的坦克300来讲 这两把锁也是一个选装配置 其实也可以选择不带任何锁的一台坦克 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是想的特别明白的 这台车不仅仅是针对硬核的越野的爱好者 如果对于极致越野没有那么硬核需求的消费者来讲 他买一台不带锁的坦克300 享受它的公路驾驶客去同样为也是可以提供这样的配置 第二个功能呢叫做坦克转弯 其实就是这台车可以模仿坦克的那种极小的转弯半径 进行一个调头或者是转向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在后桥它通过后擦出器和刹车的一个配合 能够将后侧转向方向的单边轮进行一个锁指 然后来减小它的转弯半径 当然这项功能如果你关注豪华程 可能你觉得会和四轮转向很接近 我觉得这是四轮转向的一个低成本的实现方法 因为四轮转向它可以实现在高速的情况下 进行同方向的转向 而在需要调头减少转弯半径的时候 车轮进行一个立方向的转向 而这个是通过擦缩锁和刹车配合来实现 第三项就是如行功能 如行功能其实我可以把它简单的翻译为傻瓜越野模式 就是你可以将车辆设定在时速0到15公里之间 然后把整个刹车和油门交给车辆来进行自己控制 然后驾驶者只需要控制方向 针对初级的越野爱好者或者是平时不那么接触越野的人 是一个相当使用和提高驾驶安全性的功能 9这个数字又代表什么呢 其实代表的唐克300能够提供的9种不同的驾驶模式 除了高速四驱高速两驱 然后在低速四驱的模式下 其实车车可以提供相当多的 针对不同的道路状况的专门的驾驶模式 就像沙地模式离地模式雪地模式这样 总共合计加上前面说的高速四驱和高速两驱的话 其实总共有8个 而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专家模式 如果你对自己越野能力非常有景气 你可以来自定义配置 它的越野驾驶结构 这台搭载了电控两把锁的坦克300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其实当它的三个车轮都失去抓地力 只有一个车轮还维持抓地力的时候 它依然拥有脱困能力 而这台偏公路取向的坦克300的两把锁的工具商 是著名的美国伊顿公司 除了这些硬核的硬件 硬核的越野配置以外 其实这台车还具备了相当多的和越野有关系的科技配置 包括有360度的环视摄像头 有透视的底盘技术 以及对于车车前进方向的一个电子显示的预判 这些对越野有相当大帮助的科技配置 在更偏向专业更偏向越野配置的坦克300车型上 也会逐一提供 和这台魏坦克300在戈壁里非常开心的度过了一天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车 首先魏坦克300是一台硬派越野车 绝对是的 它有非承载式的车身 以及可选择的三把插速锁 但同时呢 这又是一台非常注重舒适性的车型 它有着现在硬派越野车最流行的 复古的外观设计 然后精致的内饰 还有出色的公路性能 它的出现意味着以及标志着 四族品牌的硬派SUV 不仅只会瞄准那些越野老炮 喜欢撸手串的 喜欢听取威的 喜欢把手搭在窗框上的那些中年人 魏坦克300的目标群体 同样可以是那些年轻人 可以是那些对越野并没有非常极致的兴趣 但是又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的年轻人 更重要的一点 坦克300只是为坦克这个平台 打造极致硬派SUV的一个开端 在这个平台下 以后可能还会诞生坦克600 坦克900 因为这只是一台紧凑级的硬派SUV 以后还会有中大型车 以及全尺寸的硬派SUV 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定义这台坦克300 我会选择这两个字 改变 因为它改变了硬派越野车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它把硬派和精致 这种本来很对立的词语 在一台车上紧密的联系了起来 这样的紧密联系 大大的扩大了它的目标消费群体 并且也将它的驾驶质感变得更加的美妙 我是叶毛青 今天为大家抢先试驾的这款 魏坦克30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